我们充分理解韩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除了韩国外 包括中国在内 很多环太平洋国家也反对日方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决定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 在为穷尽安全处置手段 为全面公开相关的信息 为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为拿出可监督核查安排的情况下 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战事物污染水的做法 极其不负责任 国际社会的主要关切在于 一时日方未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迄今也未认真回应各方的合理关切 二时日方只从经济成本出发 决定向海排放 未考虑对海洋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三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处理福岛核事物 有多次篡改数据 隐瞒不报的劣迹 公布的数据不可信 近期日本媒体屡屡爆出 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发生放射性泄露的新闻 这不得不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 四十日方声称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安全无害 但是缺乏可核查的安排 很多的中国老百姓都在问 如果核污染水真的无害 为什么不向日本国内湖泊排放 或用于其他的民用目的 而是选择向海排放 这些问题和关切 需要日方做出正面回应 日本福岛核事物污染水处置问题 必须慎之又慎 不容有失 日本不能掩耳盗铃 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 中方在此强烈敦促日方 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撤销错误决定 在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各立攸关方 及有关国际机构协商 并达成共识前 不得擅自启动排海